要設置慈濟環保點 林掌布爾伯 早在一個月前就四處宣導 資源回收的重要 啟用的第一天更是帶頭響應 左林右舍也用行動來支持 從外地來到雅加達讀大學的慈青 都特地來幫忙 當格朗慈濟志工 在屋部住宅區成立環保點 林建良和賴真月夫妻兩人 義務提供自家空地也負責佈置 所有的材料都是回收再利用 那時候有修改那個扣廳 那個房間的牆壁打掉 我想不運要載掉的時候 要一條多的費用 我就乾脆說 把它載過來這邊把它弄一弄 過去他們為了生計 來到印尼開設塑膠工廠 如今他們要用更積極的方法 減少塑膠對大地的污染 塑膠海洋 海裡面都是塑膠 所以我們更要把這個塑膠再回收 再利用 不會一直利用地球的資源 再製造塑膠 有覺醒 扛起守護地球的責任 一定要從自身做起 單位新聞不得利利萬印尼報導